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放15张纸 满满当当是大概85个人 那其实我此前做了一些节目 包括香港的媒体也提到了 都有一些介绍啊 上海的党代会很有可能是在6月18日举行 之所以关注党代会 因为现在各个地方党代会重要的一个使命要求 就是要为中共的二十大来输送党代表 那到了二十大上就要进行一些投票 那么习近平未来是不是要做第三届呢 其实在这个中间要把投票的人 所谓的政治要过关摆在第一位的 所以党代会非常的重要 那么回到这个朋友发的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册呢 他特别提到 你看一看 李强不在里边 那说者有心 听者有意 马上去看这个名册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党员领导干部4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第二部分是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36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那么第一部分去找看到了公正的名字 那么在排序李这个几个人里面呢 确实就没有李强的名字 那接下来我就赶快问这个朋友了 你这个文档从哪来的 是不是真的呢 是说你直接从上海的信息源获得到的 还是说在一些群组里你给他转出来的 那这位朋友就讲的比较的简单 他说其实这个在上海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信息了 不过我本人却是做了一些搜索 在网上就没有看到这个名册 完整的名单出来 没有看到 那这位朋友的意思呢 他是真实的 当然了 如果说李强果真不是在上海的这个 二十大党代表的名单之中 那确实是个大消息 因为此前其实有很多的说法了 或者是分析 因为上海疫情防控 两个多月 三个月下来 确实是一团糟 早期呢 是要精准防控 但是因为奥密克戎 他病毒有自己的特点 传播力非常的快 所以呢 是控无可控 防无可防 最后呢 就是整体的封控了 所以一团糟 封控太延 这个中间对于日常生活 看病 就医啊 非新冠的疾病 都没有办法保证 导致了不少的所谓的额外死亡 那把事情办到这个份上了 那你说作为一把手 要不要负责任呢 一般的理解 那李强作为上海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理所当然要负责任 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格 上海市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名册里 虽然是初步的候选人名册 如果说没有李强的名字 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新闻 不过再想一想呢 这个中间其实要参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所在的省 此前已经开了地方党大会的 比较突出的就是广东省和重庆市 那么广东省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李希 以及重庆市的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敏尔 他是作为中共中央提名的 中共二十大代表候选人 在地方党代会获得全票的通过 成为了中共二十大的党代表 所以把这个线索给他理一理呢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名册是真实的 但是他显示的是地方上的信息 包括公正等等 那么这些地方上的领导啊 他是作为上海市的代表人 进入这个名册 但是李强的情况是比较特殊 他是中共中央提名的候选人 是中央的 所以一个地方 一个中央 所以我觉得呢 基本上就能够解释这个事情 而且看这几天上海官方媒体 发布的消息 李强还是非常的活跃在一线 所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他已经靠边站了 那我把我这个想法 跟提供这个名册的朋友一说 他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一边呢 我又去询问了上海的一位教授 把名单给他看了 他说名单是真实的 那么他也觉得 这个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李强是中央的人 所以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之中 当然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的看法 您有何高见 特别是您有什么不同意见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来留言 不过现在一般的说法 那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习里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当然再具体一点 习近平非常信任和青睐李强 那么一般理解 李强在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上会更进一步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仕途就已经到顶了 然后呢 入场以后的李强 最终会成为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这个是外界普遍的一个预测 那么在上海疫情防控最糟糕的时候 民怨沸腾的时候 上海经常热索榜冲第一的时候 李强其实都没有被动一动 那么所以现在在这个尾声的阶段 虽然上海的疫情又有点翘起来了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动李强的可能性也确实是不大 习近平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现在他其实是需要帮手的 尤其是中国所谓的动态清零 那在民间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支持的 包括我的频道 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也觉得动态清零没有问题 但是必须得说呢 在中国的民间 其实有些体制内的人士 已经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所谓的动态清零 冲击常态化的防控 冲击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力量的 那习近平和他的智囊 是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的 可以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习近平去到四川省 其实他活动的主要的内容 用中国官方概括 大概是七八个要点 这些核心的要点呢 覆盖的重要的内容就是农业 生态的环保 大学生的就业 包括民营企业的这个录用人员 这是一起的 再加上工业 他去到了一家工业的公司 此外呢 也有疫情防控 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就提到了 习近平又一次强调了 要坚持动态清零 不放松等等 但是他四川之行的 所谓的疫情防控 现在也是根据官方披露的消息 去到了是一个村的药房 了解有没有相关的药品的补给 大概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在药房中的时候啊 前面是一个工作人员戴了口罩 他居中是没有戴口罩 他的身后是村的第一书记 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没有戴口罩 当然了女士旁边的这个门 显示是打开的 所以习近平在村里的药房 谈疫情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室内的环境 半通风的状态下 所以他没有戴口罩这个信息 很多媒体都看到了 可见一般 他传递的信号 那毫无疑问 我们能看到 那中国地方上 或者说基层的一些官员 那也能够心领神会 所以一方面是口的高标 就是说要继续坚持东台清零 但是在行为上呢 能够看到 现在抓农业 抓工业 抓大学生就业 那习近平本人 从5月25日的中国国务院 稳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之后 他是首次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还有一个细节 他呈现的似乎又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国务院是派出了12支督察组 去到了12个省进行督察 时间是5月26日到5月31日 这12个督察组是副部级 每一个组长都是副部级的官员 那么他们去到地方的时候 就强调了督察的方案 是由李克强总理亲自来审定的 那么在12个省中间呢 就有四川省 四川省是怎么样来接待 国务院的督察组的呢 5月26日 四川省的党委副书记 同时呢也是兼省长 那么他是在成都 与这个督察组进行的视频会议 来进行交接 同时向督察组来汇报四川的相关工作 所以四川其实在和另外11个省相比呢 他对疫情防空是最为严格的 居然是视频的方式 那么督察组其实稳经济 稳就业保市场主体等等 这个题中应有之意 就是说你要适当宽松 才能够把经济盘活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结果四川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有些朋友呢忽略了一点 四川其实是中国疫情防控加码 比较严重的一个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六月初啊 四川省出台了一个本土的政策 一个土政策 就是在整个四川省范围内 对所有工业领域 采取防疫泡泡的做法 也就是闭环管理的做法 当然四川的工业的企业非常的多 大大小小 那就是一千计了 所以他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 物力 人力智力投入到所谓的防疫泡泡 只能抓一些重点的企业 来进行疫情的防控 闭环的管理 其实这个防疫泡泡 那成本很高的 用四川自己的话来说呢 他们借鉴的是冬奥会的经验 那北京冬奥会花了多少钱呢 上海在疫情比较严重 封控的情况下 也在对一些央企 大的国企进行了封闭的开工 封闭的管理 那这些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现在中国的疫情也罢 四川的疫情也好 其实都是比较的平稳 特别是在四川 因为控制的还是不错 所以在一个常态化的 疫情防控之下 为什么还选择了一种 极端的方式 搞防疫泡泡呢 所以能够看到 王小辉四川省委书记 此前他的仕途啊 绝大多数是在中宣系统 中宣部来度过的 他去做四川省委书记 也才两个月的时间 那把疫情防控 这根弦是绷得非常的紧 所以习近平这次去四川 传递的信号呢 就比较的含混 除了前面提到的 抓农业 抓工业 抓就业之外 那么他又去到了一个 疫情防控 做的比较严格的省 当然现在有办的解读 就是说对王小辉本人 他是比较信任和青睐的 要在那里放出一些声音 但是又不得不提呢 现在根据官方的消息啊 习近平没有直言片语 来提到四川省 所谓的防疫泡泡 那他是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讲到动态清零吧 那虽然要继续坚持 不能松懈等等 但是要说他完全没有被触动 没有松动一点点的 这个恐怕也 很难说符合现实 因为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 举个媒体的例子 就是从来不会说 有哪一位省委宣传部的部长 或者说一个报社集团的总编辑社长 会告诉你普通的记者编辑 这个红线已经没有了 这个领域的题材 你们可以涉及了 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反而是反过来 记者编辑 普通的采编人员 不断的去尝试去摸索 这一条所谓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呢 大家突破的多了 反过来 报社的领导 包括身为宣传部门的一些官员 才会说OK了 那行 以后你们可以如此操作 所以所谓的敏感题材 就是这样脱敏的 所谓的这个底线 你不能去碰 但是慢慢的碰的人多了 他就把这个线往后来调一调 大底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讲回动态清零 现在已经有多少轮冲击了 那我印象之中 印象比较深刻的 5月初的 佟志伟上海的宪法学教授 等20多位中国的法学界人士 就对上海的疫情防控 两条提出了法律意见 认为涉嫌违法 涉嫌违宪 对吧 那您还记不记得 我的频道中也有节目 您可以看一看 接下去隔了一个月 到了6月初 中国政法大学的赵宏教授 一位女士 又质疑 而且是公开质疑 中国的常态化的核酸筛查 很有可能是违法的 而且发表在哪里呢 发表在上海知名的媒体 澎湃新闻的官网上 短短的不到24个小时 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 所以新有七七烟 这个是产生了 大量的强烈的共鸣的 最新的一次冲击 那能够看到 就是所谓的红二代 这位叫做罗点点 罗瑞青 她的闺女了 她在写给另外一位 红二代的信众 其实也非常强烈的 就批评了中国的动态清零 我此前一直就有一些 采访上海的朋友嘛 那有一些体制内的上海人 就是说 罗点点给马小丽的信 让他们感觉非常的震撼 而且还有一位人 是就特别表示 现在上海的体制内人士 都在疯传罗点点 给马小丽的信 洛阳只贵 这个中间的原因呢 并不复杂 如果说您看了文章 也会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那首先就是不明则平 罗点点非常明确的 为上海人来打步抱不平 他是说 封控给上海 乃至全国造成的 巨大经济损失 动态清零的成本 与病亡者的人数 性质之间的荒谬对比 虽然需要统计 但只要愿意知晓 都已经是 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所以上海人 那当然是感同身受的 另外一点 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 这篇信 非常受关注 甚至说受欢迎 还是说体现了 红二代 这样的一些人士的思考 罗点点甚至把眼下的 动态清零 这样的一个形式 与文化大革命 来做了一个 纵向的比较 大概是说了 这么一个几句话吧 他说呀 当浩劫来临 当中国的进步 和大多数人的自由 幸福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 他们 他这里就指的 他的父母 这一辈人啊 丧失了一个成年人 应有的 对什么是进步 自由和幸福的 基本判断能力 极其沉醉在 来自最高领导人的迷梦中 悲惨的相信 所有的倒行逆施 能在将来实现 某个宏大理想 此前的中国的一些学人 是从法律的层面 来谈中国的疫情防控 那么罗点点说的 就非常的感性 其实也是非常的理性了 他说 所以啊 面对三月份以来 发生的事情 我既然有了强烈意见 就决定要说 痛定刺痛 我不想再重复 这样的错误 所以他这个批判的 深刻的程度啊 非常的少见 首先是对自我的 一个批判 同时呢 他甚至也不介意 不回避 对他的爸爸妈妈 那一辈人 那就是中共建政的 老一辈的 中国大陆的话说 老一辈的革命领袖 甚至不介意 对他们进行评判 这个中间 横向的比较 把文化大革命 和眼下动态清零 搞的乱象 进行的比较 所以这个批判呢 毫无疑问 就是在 直向习近平了 因为罗定点是 红二代嘛 然后我写出 这样的文章 所以也不难理解 这篇文章啊 现在对于 体制内人士 包括上海的一些人 他内心形成的一种 正向的刺激 有多么的强烈 同时他也让一些 过往对 动态清零 究竟是好还是坏 有一些怀疑态度 或者说也拿不定主意的人 有了更多的 一个思考的方向 所以 眼下这波态势吧 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之后 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不是动 不清楚 但是人心思动 人心思变 这个 我相信是没有疑问的 最新的一篇文章 是人民日报 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份杂志 叫做中国经济周刊 又针对郑州的核酸筛查的亭子 推出了一篇深度报道 直接就点明 这个郑州在采购核酸亭子的过程中 是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 而此前呢 中国的经济观察报 其实也推出了 河南核酸亭调查 这样的一篇深度报道 那么大概是停留了三天之后 这篇文章被删除了 结果呢 生生不息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周刊的这篇文章 目前还在网络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呢 我们再用赵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他所写的文章 常态化核酸筛查的法律问题 中间的一句 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分享 任何公共政策的确定和选择背后 都关设个人权利和社会成本 这也要求政府在决策时 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 僵化过度的政策选择 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真的是说到了点子上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媒体 在对动态清零进行反反复复的观察 和拷问的原因 好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了 谢谢 天比较晚了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